接着我们来看看中国新闻周刊的这条微博 乘坐公交车您可能听过各种爆战 但是您听过青岛大叔的播音枪爆战吗 最近山东青岛50岁的公交师傅韩明星 因为播音枪爆战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那雌性的声音暖心的服务更是让他吸引了一票粉丝啊 韩师傅说了 他是初中毕业 不是大家猜测的什么播音系 普通话都是自己练的 坐稳保证安全啊 下一站呢是东里城车站 驾车乘客呢 请检查携带好您的物品 请提前做一下准备 门口不下乘客 请换一换一让一让 谢谢您的配合 学生我方向现在已经到我们要出发了 大家做好保证安全 你好 欢迎 不谢 欢迎 你好 欢迎 我们出动毕业 这么续续开了公交车 也没练 就是通过服务 这十年把这个普通话来弄这样 我说很多啊 他说你是不是 关于主持啊 跟你的想法一样 这现在说的没有 就是服务带来的 一开始呢 都很开心 不好意思的说 这个十年坚持这样做 我觉得还是轻测 比较浓一些 既然做了 做这个职业了 因为我们下班之后 我们也是乘客 对不对 我们乘客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通过 应该的效应 这声音 赶紧去给纪录片配音啊 蛇尖三的 快去配音 这分明是被公交车 耽误了的一个 预言大师啊 这公交师傅真的厉害了 尽管工作相对枯燥 但是你看大树 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 我相信啊 每天坐他车的乘客 上班的心情都会不一样 谢谢你的付出 谢谢你的坚持 你的声音温暖的 不只是我们的耳朵 还有我们的心 感谢观看